阿柯这种英雄 如果要切鬼迷这么鬼迷的射手 我觉得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找他的位置 就算你找到了位置 鬼迷也有一定的意识 这就是玩射手的一种天然的一种雷达感 没错 那么也是来到双方对阵的第四局比赛 蓝色放了JC 就红色放了EP 这局JC是回到了先半先选 看看他们这一局会不会继续他们上三局的一个稳健打法 他们现在处在了一个思路是 我这套体系既然能赢我就不换 对 还是手搬露娜 那么EP果然还是手搬了一个关羽 前面两个班位都是一样的 还是老夫子 我觉得班位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其实JC可以自己都不用考虑把达摩给搬掉 对 从上一局的一个状态来看 而且我在想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一批会不会拿到我们第一周见到了一个效果比较好 中路的一个预计 因为刚刚拿到预计我们都在想 有可能会去直接打一个中路的 其实可以换线 讲道理来说换线的话 中路可以很快速地建立起优势 而且二技能还可以躲掉一些物理性技能 又能加速 那这个时候 祝贺量在下路的一个发育期会比较舒服 我在想 如果说JC自己一楼不拿不知火舞的话 EP会不会抢 因为本来上一局他们是想抢不知火舞的 但是还是犹豫的不敢放达摩给JC 对 其实这样也是两个点 现在要做一个取舍 老王的达摩确实能够弹起非常好的一个节奏 而且大招的实际把握非常好 但是我们看到荡浪在几局上的这个不知火舞 他这个恐怖程度我觉得是不容小觑的 对 他这个不知火舞真的跟地狱判官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应该给不知火舞灌上这样的那个名号 特别是荡浪的 而且我们会发现现在包括像猫神使用的不知火舞也是一样的 先手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达摩又被放出来了 放了放了 一批想套路 一批这手套路其实蛮套路的 就看JC吃不吃 因为这手套路叫做 我把达摩给放出来让你来纠结 如果你拿了达摩 可能不知火舞和花木兰都是我的 对 这样是在JC那一轮面临的 他们在使出了同样的一个战术 老王这边微微一笑 心想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拿貂蝉嘛 这球也很有意思了 看一下最后要不要锁定 这个拿在一楼有点凶啊 拿在一楼会有点凶啊 烟雾弹吧 还是要换 貂蝉 对一般来说 因为貂蝉它最大的一个特性是在团队中 对于对面的一个高护甲 或者高护盾的一个阵容 有很好的效果 哦 孙斌加达摩 那花木兰和曹操 这应该是JC的选择吧 是 EP这样一个把孙斌 在如此高优先级拿出来 一方面是不放给对面 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加强自己 在节奏上的一个速度 对 上局他们拿达摩是自己扳掉了孙斌 结果效果是不太好的 但这局自己拿孙斌和达摩 那这样比赛EP有个变化 叫做达摩现在回到了打野位 孙斌来打一个辅助位 所以这局应该是用孙斌 孙斌是谢迪 而是用苏迪来使用 然后JC这边的一个情况 并没有选择花木兰 而是曹操和杨姐 也是另外两手强边路 对 下来说的话 这两个英雄在打一个边路 一个打野 双摇摆位的一个优先级 确实非常高 哦 哦呦 最上香花木兰 这局EP他们那个想法就是 我就拿你JC擅长用的英雄 他们这一道是 把JC在之前几局发挥好的英雄 除了步驻活武 几乎是全拿下来 对 那么看一下JC最后两选 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 很好的举措 我们可以发现 最后他们其实是 少了一手中单 那现在还是老问题来了 花木兰和达摩 一旦就很吃达摩的一个 打团效果 对 如果达摩能今天一拳 定住两到三个人 配合到花木兰的一个 中箭一技能形态 就可以打很好的一个团战先手 但是全是取决于达摩这个点 对 这套这套combo的一个起手式 也就是达摩的这个大招 那么其实前面我也提到 因为有梦他本身在达摩的使用上 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了 所以其实我还是比较期待 苏力 因为毕竟你是在 不吃经济一个位置上 所以还是会有些区别 这一局在对面拿到苏力和达摩的情况下 JC选出了一个装周 好 这次没有拿张飞了 这次是稳定的从一个破解的角度上 拿到了一个装周 接下来的话射手也是锁令到马可波罗 在鬼迷今天使用的一个后期射手中 发育度是非常稳定 这边不拿诸葛亮 而拿高健离 因为有孙斌的存在 高健离进场可谓是 速度非常快 对 接下来个爆八 这是其一 我觉得高健离这手拿的比较好的原因 是跟达摩跟花木兰三人同时进场的时候 孙上香在后排的一个空间会越来越大 前排三个人打续航续航也有 包括他的一个作战能力也强 爆发也够 确实 这个时候在孙上香在后面偷偷摸摸的一个点人 就完全扑了裸 而且确实在上面几局的比赛中 我们看到祝国亮在使用出来 对抗到荡浪的一个不知火候效果 并不是特别明显 这样来的话换一个正面 因为我们知道在高健离的一个版本改动当中 他的基础上的提高 使得他在四级的一个作战能力 其实相较之前的版本也有一个提升 那么这样一来在前期 也不是说他完全要需要更多的一个装备支撑 他在前期的作战能力也有 那么这样一套阵容适配下来 我相信会有些不同 没错 确实这一局EP选择阵容还是非常有想法的 能够让我们看到今天他们在比赛场上一个进步 对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厉害的一点 包括JC也是 他们在跟EP的短暖对阵当中也是学习到 马上就是感受到EP的一个作战风格 马上去做一些调整 我们看他们是一局打得比一局更加轻松 是 这样比赛其实JC有稍微有点危险 从阵容的角度来说有点危险 因为EP其实中前期达摩带的节奏 配合高健力 高健力这个英雄大家都知道 一旦高健力在前期拿到一到两个人头 他的下一个大招 配合这样一个被动的普攻 强化之后的那种效果 非常厉害 琴弦飞出去很强 对 所以EP很有可能这局会打一个半点压的一个野区局面 如果说他的野区节奏一旦起来 JC很有可能挡不住 因为他们这边只有一手装轴 他们没有更多的控制去抵挡 没错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局EP在野区控制上 做到和他们的第一局一样优秀和出色 那么这一局的机会可能会非常大 这对JC来讲是毁天灭地 那么同样JC在这一局所要做的 我们反过来思考也就是说在野区的一个防守 那么同样我觉得按照JC这么样一个稳健的性格 前期炮军拿走拿走 我拿都不要拿了 我不要炮军了 野区给你吧 我就保持马克波罗发育就好了 鬼迷宝宝有饭吃什么都好说 但这局还EP还存在一个点叫孙上香 孙上香我们前面也都知道无兵线推塔 所以JC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是的 那么也是期待到双方的一个对阵 来到双方对阵的第四局比赛 换编之后JC来到蓝色方 红色方是EP战队 我是本场的解说白乐 我是狂人 我是琪琪 那么同样双方都是一个发育型射手 红buff的一个攻防战势必非常关键 一枪 阿罗拉 青城这边 赶紧撤 这个蓝没法守 这阿罗拉的手我还晕 你舌头打劫了 一瞬间好像是时空穿越 不行 这时候不能守 换线的话 JC怼怼这边半血 这对于打野的杨剑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这个真的太伤了 因为这边红buff的话是已经被马尔伯罗顺利拿掉 这样来的话 其实他们很有可能陷入到一个单buff开局的状态 而且这边打buff比较慢 成绩拿到了 这边怼怼还有一个小细节 没有是走到对面的一个野区坑里面去打这个蓝buff 而是在外面有一个成绩 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对 这个是一个稳妥的做法 这是老王的意识足够快 这也是作为JC也是一个维术 也是比较稀有的一个辅助为指挥 对 存在在场上之后 所以才会打出来的效果 好 后来在这边想要用二技能 想 二技能 哎呀 晚了一点 晚了一点 还是 花木兰二技能在这个版本的伤害是进行的一些削减 还是鬼迷宝宝拿到了 还是有点难 对对 就曾经我们在KPL春天赛上面看过花木兰二技能 强龙啊 哎呦记忆犹新啊 真的是 呵 报警了 真的这个 这个有时候呢 是选手精准预判是基础 没错 其次有一部分是运行者 我还见过项羽在人堆里面 走过去抢了一个主宰 哈哈 别说在KPL里面 直接被动啊 也说烧死啊 装备啊 上楼一批三人 来压他 一批这一局 两分钟 哇 这一局前期的思路 对 前期的思路非常好 对 他们很有意思 这一局我跟你们放龙 JC你们每次跟我放暴君 今天我跟你们放暴君 打破啊 前期马可波罗的节奏 并没有像索尚箱这么爆炸 所以他们现在可以赶到 还能回来 这条暴君还能收掉 还能接盘 我们来看一下 四级里有梦啊 而且还有一个四级里心碎在正面的团战 自己打磨 他是对 不太好打 很厉害 完美接盘 顺利拿到 到了上路的第一座防御塔 还有第一条暴君 回来再拿掉了 拿到了暴君 一批的节奏果然由我所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疯狂碰着你打 野鸡也好 塔也好 全部收我囊中 你前期没有任何人可以挡我的节奏 对 确实 装中也不在 这次看到其实效果不错 大招直接钉到墙上 鬼滨这边是五级 身上一个红Muff 晚身后撤 差一点点 这一缩子子弹 要是再命中一下 就可以带走有可能 罗流扛塔 起点很好啊 中路高剑离开大准备走 有两个人还比较头疼 里面的荒木兰 孙上香被换到下路推塔 对对 过来支援 他们现在是孙上香一路上塔 一路下塔 推到之后再要换到中路和野区 我觉得还是吃的阵容都亏 JC这样子让杨简来保马可波罗发育 或者一起来守线的话 这对马可波罗经济来说 是很脱节的一件事 对 我觉得是比较知名 因为关键还是在一个 后期的一个考虑上 那么宽利你觉得 如果在这样面对一批强进攻节奏 强推塔节奏这样一个局势下 JC应该做到什么 疯狂暴团 只能疯狂暴团反应刚 就这种方式就是 你会发现 因为他们现在疯狂暴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但是我比较担心 他们现在也是在这么做 我比较担心就是 如果暴团暴了过多 会不会导致他们经济有一点点跟不上 没办法 这JC是 这一场比赛 我真的觉得他最吃亏的 就是自己的一个 这可能也说是一个 白血 对 破釜沉舟式的一个方手 小小兽 血量不多 对不对 这边是没有一技能了 又是一个红 一批这一局 虽然是反了一个像 跟第一局的入侵 确实做得很类似 非常像 在鬼迷接到线上 做的事情比较多 不行 虽然像那个位置 二线能被云住 但是这个时候还能进塔 一拳盯上 高杰丽进场直接拿到一拳 而另一边的话 在塔下还在持狱 说是鬼迷也没有办法 被被动直接牵牵 蹭了一下 直接带走 我们看一下花木兰的位置 这边是要追上老王 但追不到 不之后在这边 击杀一人之后 想秒吧 不行秒不掉 自己大招CD 能量也不够 一脚进去之后普攻 并没有 这边开始心罪往后撤 当浪这个位置走不掉了 几波团战下来 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4分40秒 目前EP是3比1的人头领先 节奏非常非常好 围的人头是在荡浪的一波绕后 这波绕后也是比较极限 对 我觉得他们开局的思路 这一局真的是比JC先一步 比JC先一步 他们JC前面几轮呢 都是在说我放一个暴君给你回了 就是我直接到上路先去抓你人 人不在我直接推他 是他们的一个思路 今天他们是反其道而行 EP其实很机智 上路推完之后推下路 下路推完之后再往中路看 对 这时候我们可以救一下鬼迷的装备 马可波罗连末尸都没有出出来 这个一定是会有困难 因为现在对于鬼迷来说 光说别说吃野 就你在线上吃线都有困难 没错 被逼着不停的在暴团 双翔翔现在已经可以单挑暴君了 很凶先行开 今天的话有梦接上来 杨姐肌口一直都咬下来 并没有拿到 这条狗是应该咬在达默身上 反过来堆在这边去 来狠猜第三段 吸出来 还好能走 上路的一个花木兰队长曹操 双方是互相一波对拼 刚刚也是老王毫不保留的 奉献了自己一口之聊 这个真的是 差一点 在下一间装备再出到攻击 或者继续出肉 都是两种可选 我感觉这局他可能要 把肉给出到底了 有可能 不然的话 他其实很难扛住 现在的一匹 伤害太高了 而且他还得出反应刺甲 现在正面对了一个二技能 另一边的一个正面进场 曹操第三段击飞 全是参选马可布隆 一个大仗送三人 再由最后一个杨姐狗收掉 我的天 这一波进来的AOE伤害 简直逆天 二换三 爬得非常非常重 我们今天看到 其实新队那一波大仗 其实开进来 开得实际非常不错 我们再看一下回放 其实最我想夸是曹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 曹操一二三 清完之后 马可波罗进场 就晃晃悠悠悠的往前走 他们真的是 我觉得怼怼在挤鱼上来 真的你看到他在赵云上的 那样一个强开的一个 习性啊 一个体制啊 他的一个优势 是真的一直保留在杨姐身上 对 他的杨姐也是有这种习惯 对 他自己强开的机会 就找的特别好 而且队友永远有变合上 没错 跟他跟人打发有关系 对 我们看这一波 华文兰一个满血状 对上杨姐半血 中路还想推塔 一批完全不怂 刚刚团面一波又如何 对不对 现在正面继续 一鼓作气 一批只要能够找到机会 刚刚唯一的一个问题 可能在于他们的控制 没有嫌疑上 这样一路还导致新队的大招 需要后撤 如果说新队大招能够往前走 其实按照新队现在三比一 四千经济的一个状态 他的AOE应该是非常高的 对对 又是感觉到不一样的东西 二只能先手已晕 达磨这边 我骗你大招 很聪明 装装在后面 不断的骗你大招 一只能过去 一拳回空 没有大招的达磨 JC要不要搞破事情 这边队队也是经验丰富 咬上来第一时间先往后撤 是的 华文兰并没有砍住全魔加减速 所以EP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下主宰团的事 他们JC忙于抱团 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在于他们的兵线稍差 这样一来马上刷新了这条主宰 我们知道EP对主宰的欲望 是比JC要长的 对 不过真的在怼怼的身上 看到了一个很疯狂的一个仰剑 这一拳 漂亮 直接配合高剑离 秒杀布之后 荡浪的一个走位 瞬间被EP这边抓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主宰怎么办 JC要好好想想 冰线节奏也不错 而且 对 上路在狂压 曹操没有任何的办法 反伤刺甲还没出 目前来说还是要非常期待到鬼迷的一个发运 我们看到JC这边 目前来说人头比是落后两个 而且经济是有一个2000多的一个差距 3000不到大概是278 二打赛拔掉 一匹 势如破竹 哎呦 还被浩然这边抢到了一个红 这就很难受了 正面大招直接上高地 再被秒 正面孙上香一人 不是后进场之后全是采取 马可波罗在哪里 在下路 他下路 对对 这个位置余智能很关键 咬到了 二级难 一个上来 可惜啊可惜 因为他是没有大招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话反身在打下心罪 但是浩然也是有一个大概半血左右 在旁边呼应 哎呦 刚刚下意识在找鬼迷 哎 感受到了 哎呦 一缩子 完了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雷达其实在上到那个河道走出去 已经亮了 对 反应并没有就这么快 拿一个红 刚刚说我那波鬼迷在的话 那就完美了 刚鬼迷在 其实没有办法 他处理下限其实也是对的做法 对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 不得不说就是荡浪在这样一个极端缓地一差 真的把数数打得这么满 非常厉害 他很敢打 就是我会发现JC这边全部都很敢打 曹操也是 杨姐也是 就我刚想说这个队队的杨姐 哎 抢了 拿到了鬼迷 就是这次一技能扫到 孙命也是出到一个默眼之牙 克制一下对面的一个双回服体系 对 而且我们看到 EP现在占据一个较大的一个优少 牌大的一个竞技情况 诶 等一下我们看小块秀的位置 这样被马可波拉直接连了 哎呦 狗蛋 咬到了 但是没有上 我也有点远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曹操的位置 曹操刚刚向往中路走 哇 这局其实双方打的真的 我前面就说了JC要应对EP的方法一定是暴团 是 他前面暴团暴的还蛮全功的 但是这种荣素 就给他们机会其实不多 确实 确实 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虽然其他人经济 确实因为暴团有所拖缓 但是鬼迷这一局 鬼迷宝宝这局肉是吃得非常饱 现在6900的一个经济 而且他在野区 虽然我不一定能保证层数 必定刷满 我看到他 因为我看到他升级了一个大的打野刀 他已经在晕住了 但是现在鬼迷一定是有150%攻速了 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他们目前来说他们在 下路草草的光放蓝 对 他们目前在正面里一个真正的暴团 也就是JC的一个完全体 这条主宰 蠢蠢欲动 双方都在找机会 JC开始进入 缜密的主宰防守模式 但是他们在兵线运营上面 并不占太大的优势 其实双方都是 对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 相对来说有点亏的 他们的兵线一直是推不出去 逼出了大招 守不住了 心醉也是稳啊 心醉在这一局自己有这么高的一个KDH 只是他知道人头在自己身上 责任也在自己身上 又是一座异技能 又被扫掉了 这个鬼迷 这一步我见过 鬼迷啊鬼迷 这一座异技能 两座两个蓝 下路荒木蓝 摇跃他 但是中间形态把我杀 长青 正面杨浅在一个狗上去 中间免伤形态闪现出来 鬼迷血量反而很残 但是另一边EP并没有开主宰 这么好的一个timing 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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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开了 刚刚的时间点更好 现在荡浪过去 你就没有这么容易 没有那么简单了 这个位置不一定好 我们看老王也过来了 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好简单 我们看一下 四个人 四个人 马可波罗 能打能长打能长打 其实最后手上血量不多 我们看一下 不出后的闪现 进场之后还是被 达蒙拿到这条暴君 这条主宰 正面进场马可波罗 二技能还隔着墙 有孟被留在下面 直接带走 这样一来的话 虽然是拿下了这条主宰 换掉了一个人头 这条主宰其实在 EP手里还是比较赚的 但是如果他们打得再早一点的话 达蒙就不用死了 对 因为他们其实刚刚支援的位置还不错 但是确实到了这样一个要奋力一搏的时候 JC也是不会错过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鬼迷已经完全成型了 所以他们碰到这样的机会 一定会跟你正面一下 上路外台可以破掉 上路的话也是点两下 最后一自觉 让炮哲冰完成一个收尾工作 哇 JC这场比赛真的硬生生 把自己的这样一种 其实等于是没先手的一个团战 硬生生打出了一个先手 扛到了后期 他们现在是来到了 荡浪和鬼迷发育的一个尝试点 对 我们仍然要关注到 EP这边因为目前来说 前期节奏一个带动点 核心还是心醉这边 心醉和有梦的一个配合 几波团打赢 都是因为配合的好 对 JC这边更强大的 又要来了吗 没抢到这波 好 终于 经济还是没有拉开多少的 对 这局JC这边我真的要把两个 就常规的CEO 我就不荡浪和鬼迷就先不说 一个是杨检和曹操 这两个死点太强了 特别是怼怼这个杨检 绕后特别好 但是不得不说浩然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浩然刚说到 阶段很残 被直接马克波罗一缩子弹 追不上 但是没有控制留不下来 但JC现在要顾虑到自己的一个兵线 所以不敢先追 对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刚刚正想说 浩然在这局中做得比较好的一点 他其实在这几局中 就在这局我们从前面几分钟 小怪小小 效仿被狗刀了 二姐的一个拨减速打出来 正面的一个曹操 二姐的没给到第三段 进场能击飞吗 并没有 赶紧撤退 一锁被反打 他并听成没有出版上刺激 最后一点点选 有我们这边选择反打 一拳轰两个代表 马克波罗一锁子弹直接要扫餐了 曹操直接带走 正面 JC边打边撤 侧面一直在威胁 JC老王还能走 上面两条主宰先锋 对 我还能接一下 霍姆兰还在半途杀盗 但杨浅过来一个二技能很聪明 晕在了原地 小怪兽这个已经能翻滚一下 点到了鬼迷 还是很疼的 这个怼怼 这个杨浅真的我打得太 太扫了 上路就是这么一点血 孙上香没有来 孙上香来到了中路 小怪兽之后反应过来 来了下落 但是清晨已经顶了出来 曹操反身砍到霍姆兰 宿力水量不多了 这边呢 高剑林应该是被逼出的大招 马可波罗直接搜掉 这是一个单杀 这是一个单杀 正面的一个进场 马可波罗能量调过半 一致的再一缩 再往前还会被装到直接爆死 反身没有任何的办法 上路高地要掉 但是这一波上路高地是一定要掉 我们看一下正面这一波 JC到底是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推到中路的高地 上路一定来不及了 还好有一波兵线 还会有一波兵 但是最后 这个小炮追没有点掉 还差一次 真的没有掉 棒浪的一个薄薛之路已做出来 帽子一出 下波的伤害非常高 还让了一个蓝buff 有梦在野区碰到马可波罗 现在完全在打破 鬼命的马可波罗 真的是在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发育 队伍抗压了这么久之后 是站了出来 目前来说扛起了输出的一个大棋 刚刚那波团阵打得实在太精彩了 非常关键的一点是 在马可波罗 在中路和星罪两人互换兵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单杀掉星罪 这一波真的是直接导致了这一波 一批在正面团阵上的几个打破 我发现JC这边不是荡浪站出来 就是鬼迷站出来 总会有一个人 对 来扛大梁 但是我真的觉得上路这个发育塔 本来是一定能够退这样子 真的是一定能退 只要孙尚香过来 一枪就能点掉 对 而且刚刚兵线确实也是 运气特别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队队阳姐的打法 直接上去有梦 直接踩反身一拳 定两人 但是没有任何的用处 反身荡浪还留住了孙尚香 直接参与高剑林进场 边打边撤 一批在不断的拉扯阵型 反显跟闪现交出来 高剑林走不掉了 被杨姐直接带走 而另一边的黄木兰 只能抵挡对方的撤队 这一波伤害真的是打得非常满 我们看到鬼迷两缩一 只能扫上来扫谁谁才 对 真的爆炸 真麻烦有点吓人 星罪现在碰上了他最大的一个难题 就是我们玩高剑林 到后期普遍会出现的一个难题 被封筹 你在正面说不敢往里面扮 那一旦你血量在开大之前掉了比较快 你已经丧失了进场能力 我觉得是 我觉得EP这边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浩然的一个花木兰 他的一个 参团的时机也特别晚 你发现没有 每次都是帮助队友撤离的时候 对 因为他其实更多的花木兰 因为他毕竟是需要一个重剑技能 才有一个50%免伤的坦度 所以他更多的还是需要等到队友一起进场 有点像曹操 说实话有点像曹操 就是说我不能一个人进去给你强开 没错 但我一定要队友配合到 但是我会发现 其实真的 队队也是改了我队 阳检打野的强势 这波高地塔还要掉了 就是告诉你 今天告诉你阳检 上路过 冰线稍微没有处理好 浩然 在有红buff的马尔波罗情况下 你还好只有反应四甲 推的还是 推的还是 比较快 17分钟 反而是领先了对面2000的精气 打回来了 这条主宰应该要蹲一波 降低走位是要蹲一波 这条主宰 JC应该是势在必得 不太想放 对 EP这个时候 其实说实话 很聪明 想要长打 他们现在打的速度其实是够快的 但是注意到 EP这边的走位有点想去 用这条主宰换对面的一个高地 等一下 这叫 这叫换高地 这不只叫换高地 这不只叫换高地 但是这个防守速度真的来了几吗 差点有点远 我以为 我以为他们想无兵线拆夹 他刚刚那个阵型 对 我感觉有点像上高地 对 我感觉有点像上高地 有点像要五个人一起上高地去点水晶 对 但是还是稳了一手 毕竟是到这么一个关键赛点 这一批一定是尽最大努力 不想要丢掉这一批 本来苏蒂二级能用掉了 但是当了和这一扇子也是空掉 对 这边荒布兰被队队游去无限的往回赶 阵型又在拉扯 曹操在下路线 JC很稳 这部团战不准用交集开 下路曹操掺到这边团队以后 可以再丢队 对 而且就是 像宽人奇迹 你们有没有觉得到现在最关键的一个点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 像双边路也好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是 鱼 就是装周 他教育英雄来到这么后期之后装备成型 其实完全可以称当一个坦克的制度 有伤害也坦 对 因为相比而言 苏蒂这一局使用的孙并更多 哇 这边直接打死马尔波罗将的佛甲之后 直接大招开启装周 只能掩护自己队友撤退 刚刚说完这一批一批是出了非常高的一个暴击 我觉得这也是鬼迷一个走位不胜 但是这一波也是磨掉了马尔波罗的自信 错了一错锐情 对 现在就是 现在就看这个鬼迷的心态到底有多好 就是常规节换出名刀 是 复活甲换成名刀 我觉得这个我倒是不担心 我觉得鬼迷他的一个抗压能力 是我在射中里面 因为他非常喜欢 哎呦 秒啦 孙并这边哪 探草 连探这没有办法 他毕竟是个辅助 而且在自己家的草丛完全想不到 这个只能是使命必达 因为队伍的一个事也需要他去这么做 但是这波送快递还是要避免 送快递这种事特别在守高地的时候 还有主打先锋的时候 就是前面其实说到鬼迷这一点 因为不太担心这一点 他在打一个后期射手使用的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 队队这边先手又给到了 狗又放到 这边又是一波上高地的节奏了 撞香 不过现在轻线速度应该还蛮快的 就看JC如何处理 一拳定过来 这个达摩 长心一手 对 长心一手 直接把主打先锋定上 而且JC现在也不用着急 因为在等马可波罗的一个复活甲出来 对 所以EP现在还是有一定的机会 我觉得浩然的一个抱团率 花木兰就一定要打出那种威慑性 对 在团队团战当中的威慑力 对 其实就有点 还是说到切入里一个实际的把握 对 就所谓timing timing就是这个意思 马可波罗是出到一个冰痕之卧 这样的话 一技能还触发冰痕之卧 减速的一个范围性 我们看荡浪 非常聪明 是蹲在草丛里面 守住带兔一波 又想等 但是同样的机会 我觉得应该不会给你两次 对 其实JC他们打到后期 会有这么一个喜欢 看 苏蒂现在就会用一技能 来对草丛 对 有这么一个喜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对 好习惯 而且对于敌队的队伍来说 无论是自己在后期要学会去 在草丛里一个反蹲 其实这就要成长 就痛过来才知道 对 就这个草丛吃过亏 才知道这个草丛不能乱探 小怪兽 虽然想出到了破军 新嘴出到了一个辉月 这就是拼一枪的伤害 就一场 他这一枪只要出暴击 真的伤害爆炸 真的伤害爆炸 当然也是出到了一个法穿棒 修法杖 现在等于是装备 基本上全神了 相关就是两个复制 在出最后的装备 这边来回拉扯孙命 这一枪 小怪兽 是一个很难处理的点 鬼迷残了 这就是孙上香的可怕之处 前期厉害后期也强 对 应该说像老王 对对要这样被扫到 就是问题不大 因为鬼迷本身又没有出到一个吸血 这样一来的话 他一旦被扫到只能选择回家 因为你光是一个恢复 你都恢复不上来 没错 其实马可波罗这个英雄 特别怕对面是鱼姬 或者孙上香 这两个射手会比较丑丑 对 就对面有个蓝银王 我都不怕 现在老王的位置 就怕这个血蓝银杀得太低 对 他怕你消耗 因为他确实技能cd太短 鬼迷又换出波甲 好了 鬼迷又换出波甲 两个青城 现在这次就是抓机会 抓到对面一个单 好上高地 这边再打一套黑暗暴军 JC还是稳稳当当 EP的话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撤退 这一波的话 对面因为是多点的一个复活甲到位之后 他们是不能正面长刚的 是 EP这个阵容 如果真的是打5v5的话 完全不虚拟 你不好上高地的 所以说JC现在真的是要蹲草虫抓一波机会 对 而且他们这一波复活甲 闲者的庇护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其实知道自己不太好上高地 但是我可以拿命换 是 有这个想法 也就只有这一种方式了 就 如果说他们这局有张飞 他们还可以墙上高地 对 但EP这边高剑里也好 就是花木兰也好 琴线速度实在太快了 更别说还有孙上香 没错 所以这局JC只有等于主宰的机会 是 他们就不然的话很难靠自己的本事上高地 对 杨姐上去 这种局 太难了 孙上香一枪 隔墙输出是孙上香我最爱的地形 对 就是在这样一个你打 你打不到我 上下两路 然后进去 然后进去游了一圈 浩然的话是在中间一技能手 哎呦 这一个医生打到的鬼皮上很疼 想追老王吗 上面再追小怪兽 这个位置 清澄很勇敢 近来可惜 差一点点刀身击杀 好像四下他 小怪兽也是非常极限了 这个位置 往回撤了一步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担风险的是不要做 一旦曹操这波死亡的话 可能主宰就掉了 对 太有风险了 有没有觉得就是在这么长时间JC的一个 稳稳荡荡的一个进攻中 迸发的一个火花 让这个清澄的这波上高地 有点激动 对 这其实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他不会这么凶 对 蛮猛的 我觉得JC今天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凶猛 鬼迷也出了破军 哎呦 谁不是宝宝嘛 对不对 谁还没点伤害嘛 对啊 破军嘛出得起 我们看上这条主宰半选 BP是完全没有想去拿主宰的一个想法 对 其实现在主宰对他们高地的推进 并没有说绝对的一个帮助 对 不是说你打了主宰就一定能推高地 没有这位置 正面 这个位置很难受 清澄被打出了复活甲 站起来要回身防守 他们知道志愿来了 秒换明刀速度很快 但这波我们可以看一下花木兰的位置 慢慢拖一拖 慢慢拖一拖 这个时候都不着急 其实双方来到这样一个后期 无所谓等级和经验的差距 所以说不能着急 特别是常上高地这样一件事情 是的 一批私人抱团紧紧的守在高地 然后JC这边其实已经很难做出一个过多的装备调整 对 可以仔细来看一下 我觉得如果说唯一有调整可能是鬼迷 鬼迷这样一手打一刀的话 其实没有换 其实上高地的话可能觉得131怎么样 让他们三路边线都疲于防守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是JC现在是这么处理远端兵线的 但一旦进入到高地附近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抱团 对 因为他们这个团JC很容易翻出 对 而且他们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提出的思路特别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第一个是花木兰是属于单人能守一线的一线 花木兰单人守一线 新最单人守一线 来下落隆隆地去我们看一下这波 强点了 往上打 装着开打高建离进场之后一拳定两个 但问题不大 对对血量很残 交出第一波甲 两人全部站起来之后 二级的回忆扫 高地推完 我觉得可以攻城身退 反身 对对的增长快两个 装强在出来之后一瞬间被秒 交出第一波甲之后 结非带走一拼 这一波要团灭吗 再打出一个有梦的复活甲 虽然能够站起来 但是这是一波一换三的团战 不是这一个怼怼 血量不是很多 我们看下这个位置怎么处理 先推中路 很聪明 再稳一手 现在有梦和处理的血量是满的 这一波有机会 我们看下鬼民还是有复活甲 我们看下主宰先锋 我们看下主宰先锋 全部进来 正面鬼民位置从下往上打 直接 零圈 被秒了 又一波 就叫主宰先锋 恭喜JC 恭喜 恭喜JC 恭喜JC